选手专注看着目标将手中的球往前丢 虽然看似悠闲但是却很刺激 到最后才会知道结果 常在选手从国小到80岁的乐领主 大家同台较劲 要怎么去看每一个球的那个 扑进级跟要不要 就是射级的部分 要不要把那个靠近那个母球的那个球 是不是要把它打走 这个都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那个 觉得这个乐趣就是 大家一起从事同样的事情 然后有达到运动的效果 不会每天都在家里 参加比赛就是出来玩 我觉得有出门玩 然后我就觉得平常心 那个分数胜部没有很重要 我们就是出来玩 以球会有 南州县110年度主委 被法式滚球金标赛 在巧屯通的高中展开三天赛程 来自全国的滚球选手齐聚一谈互相切磋技巧 法式滚球赛部分男女老少嫌疑 穿注是滚球运动最重要的关键 而加速也是致胜的因素 然后呢是以目标球 然后最靠近目标球的滚球 然后来计分 这个运动它没有 基本上它没有运动伤害 因为它就是专注跟协调 对然后就是走来走去的活动 所以它不会有剧烈的发生 产生运动伤害 所以这样针对我们老人家也都很适合 法式滚球是法国百年历史运动 又称为法国高尔夫 比赛规则很简单 将滚球抛到最靠近目标球的就是赢家 南州县体育会滚球委员会 希望藉由赛程进行推广 也让这项运动在各级城学校扎根 法式滚球是在法国那边 他们的一个很正式的比赛 也是全民运动 我们也能透过我们主委 要每一所学校更了解 法式滚球 要让它运用 如何来参与 如何来运动 让我们能够推广的更好 赛程分为学生社会及强青主 共有50支队伍近200人 在大热天下参赛 为了补及这项健康休闲运动 南州县体育会 法式滚球委员会 年年举办比赛 经过6年多时间 该项运动已经深入社区每个角落 培育了不少好手 也成为老少嫌疑的运动 记者洪一伦 草屯采访报道